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对方可以接受我的 自动朗读功能 我这个人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癖好 就是我看到一个指示牌 或者是一个广告的名字 比如说俊乐宝 我会用那种带有深情的把它读出来 俊乐宝 长知识了 什么时候形成这么个爱好的 我是波音生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重庆人 普通话就是念不好 那个喝缝不分 所以我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台上有一个老乡 来 24号 你好 你好 对 你好 我也是重庆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平常会把自己的心声 就是自动朗读出来吗 我在家里面就喜欢自言自语 我有个哥们儿他喜欢洗澡的时候唱歌 我洗澡的时候就喜欢神神咕咕的 就是念东西喜欢 对 刘畅 男嘉宾 你好 你这个自动朗读功能 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自嗨的功能 然后我之前的时候也是跟你是一样的 所以我还是挺喜欢你这个自动朗读功能的 谢谢 我觉得找到知音了 那以后咱俩就可以互相练一下 可以约饭了 好的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阻止我吃蒜 吃蒜 吃蒜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你知道重庆吃火锅的话 蒜是它作为一个调味品很重要 如果说没有蒜就没有灵魂 就是你吃完以后有没有好的处理方式 有的 比如咱们重庆的火锅店 一般都会有树口水 或者是薄荷糖 咱们吃上瘾里 基本上就没什么味道了 那个张正是喜欢吃蒜的吗 对 葱 蒜我都喜欢吃 好像那个唐蕊也是 但吴玄直接就灭灯了 因为我有点轻微的那种强迫症跟洁癖 所以就闻到这种味道 我就有点受不了 就有点晕 孙楠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那个吃蒜的你有时间吗 基本上我们是在晚上 朋友聚会的时候可能一起吃点 火锅的时候就会吃到蒜 我跟别人不一样的 人家吃火锅是奔着什么鸭肠 还有牛肉或者是毛肚去的 我是奔着调料去的 24号 就我特别理解男嘉宾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 那么你吃火锅 你是一定要蘸那个蒜泥的 其实最老的火锅就是 那个香油配一个蒜泥 然后你蘸的时候 一定要那个毛肚挂油挂蒜 然后一口下去特别好吃 我是这样子的 一般你看那个吃毛肚跟牛肉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涮一下 我是用毛肚 或者牛肉把那个蒜给它包起来 然后再吃掉 他主要是去吃蒜 对 然后用其他的食材裹着蒜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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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